stains! 我們這邊是遊客為勝 我們這個團隊成員非常的不固定 欸也不算不固定 就是稍微有一小群人 大家都是自願 void 然後一開始是因為FuM tournament的議題 然後大家一起號召過來這個慘盒 然後大家再一起志願來組成一個團隊 然後每天發起這個活動的總照都不同人 對 然後所以關係的議題可能以後 未必是現在的符帽可能還會推展到以後一些 然後現在針對符帽我們也有時候也會找一些專家學者 還是一些上過台北的一起來現身說法 然後目前想要想要往長期方向的話 是把它變成一個公民論壇 然後目前也有在網路上做一些命名這個廣場的活動 然後希望大家來參加 這個地方就是盡量不搞政治然色 而是做一個公民論壇做一個公民的發表 並不是為了任何意義或者是任何色彩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來關注這邊 就大家明明好我是民修農工的學生高三 然後那個我星期六早上的時候 就是坐公車去立法院這樣子 然後我在那邊現場坐了十分鐘以後啊 我就覺得說我既然想要參與這個活動 那我應該想要做一個深入的參與 而不是只坐在那邊然後聽完演講就算了 所以我去找了一個 就是當場維護志工的女生朋友 她朋友跟她說如果想要當志工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去綁嗎 她跟我說 呃志工現在是有缺了 那我幫你把那個志工的藍線 然後就是你幫我維持這邊的秩序 然後在做到差不多凌晨三點的時候 就是終於得到了他們後勤部的認可 他們後勤部就是把我叫去後勤部以後 做登入身份然後確認身份以後 就是裡面正式的工作人員 所以我也是第一次被帶進了立法院裡面 然後在裡面是真的很熱 裡面真的是空氣 真的是熱門 然後真的是你一進去你就會覺得說 氧氣是不足的 你就會覺得頭會暈 會不舒服 可是就看到裡面的律師團或醫師團 他們還是就是全部都站著的 在討論一些事情 在討論現在的方案 可是很感動的是像半夜的時候有 你們應該有知道吧 半夜的時候有立法院裡面有人癲癇發作 要被送出來 結果那個媒體就是圍在裡面 不讓他們出來 可是最後還是出來了 那出來的時候呢 外面本來 因為那時候凌晨兩三點的事情了 那時候本來立法院外面是大家都睡一片的 全部都睡著 結果因為那個大會啊 就只是廣播了一聲說 麻煩大家麻煩撤一下 因為要讓救護車進來 讓病患送上救護車趕快送去醫院 剛剛真的看了會很感動的是說 就算在睡覺的人也是一秒的速度爬起來 然後把東西全部往後拿 全部往後撤 你們看到本來是 滿滿人的街道瞬間整個清空 然後救護車是完全毫無停頓的 直接衝到最裡面 然後把人接上車又再衝出去 那就是說 台灣人就是 那個自主的自律性能是很佩服這樣 然後最感動的是 在我帶的志工裡面啊 其中一個志工他的年紀只有國三而已喔 他比我們都小 他只有國三 可是他就願意去付出願意去幫忙 對 然後 他國三 而且最後 我帶他做了志工的工作 他最後也負責到了 最 最靠近中山南路那邊最危險的地方 可是他把那邊管理得很好 這樣 可是我真的覺得很感動的是 相信大家都有看到網路上的影片 就是有一個男生已經被打到 都流血的很嚴重了 可是他人堅持說 警察是沒有錯的 就真的覺得很感動說 他們不會怪對警察 這樣子 然後我真的很希望台灣有你們這一群人的支撐 這樣 謝謝大家 我的建議啦齁 希望我們那個政府啊 我們政府可以像選那個總統一樣 我們總統都有辯論大會嘛 相對的 民主就是這樣嘛 一定會有所謂反對的意見 然後 他一定會有支持派跟反對派 我相信我們可以請我們的政府 邀請我們的反對派 也邀請我們的支持派 在電視上公開的時間 做一個辯論的大會 讓人民來決定 來了解這個 這個符貌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 因為 像馬政府講的 符貌真的那麼好 我相信 真金是不怕火煉 我現在沒有預設任何的立場 那個老師說了 他說民主是什麼 民主就是 會有不同的聲音產生 萬一今天我們的國會 我們的議會 在通過任何法案的時候 他是 直接 大家一致表決通過 那個東西不叫做民主 那個東西叫做極權政治 這是今天我聽到 我捕捉到的這句話 分享給大家 然後再來 我認為我們的學生 出發點是單純的 然後他們單純就是 因為他們不想看到一個草案 一個決議 這麼容易的 在30秒之內 就通過 也就是 符貌這個東西 但是 符貌是什麼 我相信很多人 真的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們 只有看了網路上的懶人包 其實 我也看了網路上的懶人包 我也去看了符貌的條文 但是符貌的條文裡面寫的全部都是中文 但是 把它合在一起 我真的看不懂 我相信 它有51頁 總共5000多個字 但是 我連它上面的標題 自然能呈現 法人呈現 這是什麼東西 我們根本就不知道 這是很專業很專業的一塊 所以我認為 要有學者做出客觀 我強調喔 是客觀的解說 因為 懶人包裡面 太多太多的主觀意識了 所以我覺得 我們要再 我提的 可以開完辯論大會以後 我們再來做出我們的頻段 我相信 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沒有預設任何立場 我沒有說我反符貌 或者是我支持符貌 我只是想要了解符貌 所以我認為 我們的 我們應該要 我們要反黑箱 我們要反暴力 我們要了解符貌 我們要拯救民主 這是我今天 想要站出來 跟大家說的 再來 學生 佔領行政院 他們被看成是暴民 沒有錯 他們現在的確 他們的行為 真的當下可能只是一個情緒的反應 但是 反觀回來 我們看到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 當初在推翻滿清政府的時候 他不是一樣被滿清政府說他是暴民嗎 但是 一百年後的今天 他是我們的國父 這是我想要跟大家訴求的 然後 台北的夥伴 我沒有辦法上去 但是 我希望 要拿出年輕人的熱血 但是 不要衝動 因為家裡面還有每天守著電視 關心你們有沒有吃飽穿暖 甚至有沒有受傷的家長 堅持下去 加油 黎明總是在黑夜之後 基本上 為了要讓他有效 而且簡單 應該是前面三條就夠了 第一條就是 退回胡茂 這是田乃利寶宴的主張 第二個就是 建立兩岸監督條例 第三條就是 反對政府使用國家暴力 鎮壓人民 其位其言論自由 具體的訴求就是 請家裡市長撤回家裡市的警察 誤為國家暴力 我覺得這條是非常具體的 而且就是很清楚的 請家裡市長就這麼做 表示呢 雖然這麼做會表示說 你不贊成 我們的行政院長使用暴力 來鎮壓我們的小孩子 大家好 我是嘉義大學的學生 然後 我本身是 就是從事件發生的開始 就非常關心這個議題 然後可是我 當然也很想衝上去 跟立法院那些人一樣 在前面進行 但是 我選擇留在嘉義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 到了第六天了 就算 我們再上去又如何呢 又能 又能感怨什麼 而 我覺得這個方式 不是一個 就是能讓 抗爭繼續下去的 就是 當然去那邊 進座也是這種方式 但是我選擇方式 就是說 就是說我選擇 留在嘉義 然後讓更多人知道 福茂這件事情的真相是什麼 這才是我們應該在 本地方 或是說在中南部所需要做的 因為北部人的資訊比較發達 可能他們可以看FB 可以從 比較不一樣 從網路上知道說 不要讓 主流的媒體去 萌蓋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觀點 因為其實 翻開所有的 我自己去查的 包括中天中市 TVBS 他們的後面都是 中資的公司所賣下來 所以 這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他們只播一些批判性的字眼給我們看 那 到底 這些學生是不是報名 是不是什麼的 基本上 在電視上大家看的很明顯 有非常多偏頗的新聞在上面 所以大部分的民眾 可能他們只是看電視 那 看電視的 呃 看電視的影響就是說 他們可能只知道說 片面的 不知道整個事情的真相是什麼 而 我們學生只能用 比較不一樣的方式 就是說我們在街上發 我們覺得我們自己寫的文章 或是說我們真的在網路上看到的證據 把它剪下來 把它貼下來 然後給大家來看 那這樣子才可以 有辦法說 讓 其他的民眾知道說 學生在鄉村 然後這個符帽的重生 那這就是我今天去做的 我在火車站前面發的